- 大家好,又到了兄弟联加尔系列课程时间,我是威哥 - 威哥在手,天下网友,大家好,我是小白 - 今天是我们的第二讲了 - 聊一聊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Java系体系与特点 - 好吧,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这个大纲 - 大纲里面我们列出三个点 - 第一个是我们要了解一下这个Java体系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- 还有哪些组成部分 - 第二个是Java可以干什么,可以做什么,是吧 - 主要是我们在这个写程序的时候,它可以实现哪些应用程序 - 第三个是这个Java语言去实现这些程序的时候 - 它都是,它里面有什么特点,对吧,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- 好吧,OK,那我们来看第一个点,这个Java的体系结构 - 这样Java体系结构里面呢,它是分为三个版本 - 第一个版本是这个叫标准版,叫Java SE - SE 它是叫平台嘛,是吧,Planform的这个Standard Action - 就是标准版的意思 - 它主要用来干什么呢,主要应用于这个各平台的一个基础 - 基础部分 - 利用这个SE是可以去开发一些桌面程序 - 或者说这个底层的这种应用的一个解决方案 - 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- 那么这个第二个版本呢,是这个异议部分 - 异议这个平台呢,就是企业级的这个企业版 - 企业版就是以企业为这个环境而开发的这个应用程序解决方案 - 然后第三个呢,是我们这个ME这个部分 - 是吧,ME这个部分呢,就是这个是叫V型版 - 是吧,自立于这种嵌入式这种消费类产品 - 嵌入式设备的一些解决方案 - 就要做这些事情 - 美哥,这三个版本,那你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- 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,我们来看啊 - 下面我这里简单画了三个这个小,三个图是吧 - 你看一下,你看我把这个SE是放在下面啊 - 最底下,最底下吧 - 然后上面是这个E跟ME这两个部分,对吧 - 这两个部分,OK,也就是说呢 - 如果你要学习这个E和ME,那么你必须掌握SE - 对吧,以它作为这个基础是吧 - 然后再去学习这个上层的这个应用 - 是这样一种,他们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 - 这样一种关系 - 还是不太了解 - 可能还是没有这个概念是吧 - 就是说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个语言 - 也不知道什么企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,对吧 - 你可能这样去硬生的去理解呢 - 可能还是不太好理解,是吧 - OK,这样吧,我们举个通俗的例子 - 好吧,通俗的例子 - 那我们后面在学习的过程中呢 - 你就会慢慢慢慢的去理解体会 - 好吧,好 - 那么下面呢我们看啊,这个SE啊 - 我们就好比是什么呢 - 好比是我们这个练功夫里面这个 - 叫基本功是吧 - 易晶晶啊,对吧 - 基本功是不是易晶晶啊 - OK,易晶晶的作用是什么呢 - 就是强生健体 - 强生健体,还能修炼你的内力是吧 - 主要是体现修炼你的内力 - 大通俗脉 - 大通这个什么 - 忍通俗脉 - 忍通俗脉 - 忍通俗脉 - OK,那么这个积累你的这个内功 - 那内功足了以后呢 - 对吧 - 内功足了以后 - 说明这个SE掌握得不错是吧 - 掌握得不错 - 这个时候呢 - 你就可以去练这种上层武艺了 - 上层武艺 - 对吧 - 上层武艺,比如说你一个E是吧 - 你要去学习E - 比如说这个E呢 - 就好比这个什么 - 降龙十八掌 - 降龙十八掌 - 对吧 - 降龙十八掌太厉害了 - 对吧 - 飞机都能干下来 - 飞机都能打下来 - 是不是 - 这就好比是降龙十八掌 - 那你这个有了这个E - 仅仅作为基础是吧 - 内力很足 - 你再去学习降龙十八掌 - 就应该是什么 - 得心应手吧 - 对吧 - 就这样一个 - 所以说SE对于上层的这个E部分的学习 - 是非常关键 - 非常重要的 - 基础 - 基础部分 - 是吧 - 是它的一个支撑 - 支撑点 - OK - 好 - 再比如说这个你要学习的ME的话 - 是吧 - 它也是一个上层武艺 - 是吧 - 上层武艺 - 那比如说ME - 就好比是这个 - 盔花宝脸 - 盔花宝脸 - 盔花宝脸 - 好吧 - 对吧 - OK - 就这样一个意思 - 对吧 - 这是上层武艺 - 你这个如果有了SE - 有了内液晶晶作为基础 - 练这个也应该是 - 没问题 - 没问题了 - OK - 可以去考虑一下这个武艺 - 好吧 - 盔花宝脸 - 盔花宝脸 - 什么 - OK - 就这样一个 - 那你说这个Java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- 就说这三个版本它究竟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 - 对啊 - 对吧 - 分别这样的版本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- 好吧 - 好 - 一起来看一下 Java究竟可以做什么呢 - 我们说第一个是可以开发桌面应用程序 - 桌面应用程序是什么 - 什么叫桌面应用程序 - 比如说我们用过QQ - 用过听听了 - MSN有没有用过 - 没用过我知道 - 知道吧 - 没怎么用过了吧 - 嗯 - OK - 还有这个比如说你用的这个怎么 - 鞋子板 - 啊 - 是吧 - 啊 - 鸡子板 - 鸡子板 - 对吧 - 嗯 - 这些东西 - 是吧 - 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桌面应用程序 - 是这种吧 - 是这种 - 啊 - 加瓦是可以去完成的 - 啊 - 可以去实现这个功能 - 对吧 - 明白了 - 是这样的 - 还有很多其他的 - 比如说加瓦还可以实现这个银行方面的转件 - 做结账转件 - 银行 - 比如说你用过网银吗 - 网银网 - 用过吧 - 那网银呢 - 很多网银啊 - 都是用加瓦程序来写的 - 网银啊 - 用加瓦来去实现的 - 为什么呢 - 因为这个要求安全性比较高 - 啊 - 银行是金钱啊 - 对啊 - 钱打了肯定是对安全性要求很高 - 对吧 - 对安全性要求的高 - 这个加瓦的特点就是安全性高 - 哦 - 安全性高 - 对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- 特别是安全性高 - 满的意思 - 跨平台 - 好 - 它还可以开发呢 - 这个面向internet的这个叫web应用程序 - 哎 - 什么是web应用程序 - 外部应用程序呢 - 它是这样 - 这我们后面在讲意义部分的时候 - 这个加瓦意义部分的时候 - 我们会给大家去介绍 - 这什么是web - 实际上它是一个服务 - 对吧 - 是一个程序的一个服务 - 这个意思 - 意义的时候可以 - 意义的时候我们这些介绍就清楚了 - 好吧 - 好吧 - 那我们还比如说呢 - 有很多这个门户网站呢 - 是吧 - 比如在银行呢 - 银行呢 - 比如说这个网上商城 - 是吧 - 比如说有阿里巴巴店商务网站 - 这些等等 - 这些都可以用加瓦去实现 - 点个商务的 - 哎 - 明白了吧 - 明白了吧 - 这个意思 - 哎 - 上网购过物吧 - 够购买了 - 买过吧 - 现在很火 - 没有淘宝啊 - 各种那的 - 对吧 - 都是用 - 提供各行各业的这种解决方案 - 比较大的的话 - 就是比较金融电信电力啊 - 等等 - 这个物流啊方面 - 它都能实现 - 都能在这边 - 加瓦可以做这么多事 - 加瓦可以实现的事情很多 - 是吧 - 多数了 - 对吧 - 实现这么多事情 - OK - 所以说现在加瓦呢 - 是这个 - 说在这个 - 这个语言排行榜上也是遥遥领先 - 第一把交椅 - 对吧 - 所以说为什么加瓦那么火 - 对吧 - 就这个原因了 - 是很厉害 - OK - OK - 好 - 哎呦哥 - 加瓦可以做这么多事 - 这到底有什么特点 - 这个语言做这个事情 - 它有哪些特点 - 对吧 - 对 -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- 好 - 这个加瓦语言呢 - 我们说它的特点里面 - 第一个就是 - 它是一种纯面相对象的编程语言 - 对象 - 哎 - 哎呦哥 - 嗯 - 你这个对象跟我心里讲的对象 - 是一个对象吗 - 呃 - 讲此对象非比对象 - 嗯 - 此话真讲 - 此话真讲是吧 - OK - 不要着急小伙儿 - 是吧 - 这个面相对象这个概念呢 - 这个概念是一个编程思想的问题 - 嗯 - 没有啊 - 这是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呢 - 就会给大家去介绍 - 如何建立面相对象的编程思想 - 也就是说如何 - 教你去搞对象了 - 以后再教你吧 - 以后再教你不要着急小伙儿 - 好吧 - 好我等了 - OK - 好吧 - 耐耐耐住些啊 - 耐住 - 好 - OK - 嗯 - 好 - 第二个呢是它与这个平台无关 - 就是跨平台的一种意愿 - 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跨平台 - 这个概念现在给你讲跨平台 - 你可能没有印象是吧 - 嗯 - 就是什么叫跨平台啊 - 简单的理解就是可以在多个不同的操作系统上 - 运行你这个程序 - 哦 - 没有啊 - 就叫跨平台 - 这个我们还会后面还会再给你的详细讲 - 哦 - 那么呢就是它第三个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健壮的语言 - 吸收了C++里面的语言的一个优点 - 因为甲瓦是基于这个C++这种方式语言 - 这不是 - 呃演变过来的嘛 - 哦 - 对吧 - 对 - 所以它是一个健壮的语言 - 健壮的语言 - 健壮怎么去理解呢 - 比如说小白这个身体就不是特别健壮 - 没有健壮 - 健壮 - 健壮 - 老生病是吧 - 让你少来一点是吧 - 是不是啊 - 好吧 - 少来一点是吧 - 注意身体 - 对不对 - 好好好好 - 这个男人一定要健壮是吧 - 嗯 - 就这个意思了 - 就那么形容一个语言健壮呢 - 就说这个语言呢 - 是不是安全性 - 也同时说安全性也比较高啊 - 百度不侵 - 百度不侵 - 是吧 - 不容易因为病毒 - 这个这个感染 - 感染 - 或者说不容易这个受破坏是吧 - 这个程序 - 就这个意思 - 健壮安全 - 健壮和安全性很高 - 哦 - 同时这个这个这个这样一个特点 - 啊 - 那么呢 - 还加入了CEA家里面没有的 - 比如说这个自动垃圾回收机制 - 自动垃圾回收 - 大宗自动垃圾回收 - 比如说这个它会浪费了内存以后 - 它会自动的去收集 - 哎 - 这是家里面的一个特点 - 哎 - OK - 还有枪子内心检查 - 是吧 - 取消了这个指针 - 这个意思 - 啊 - 学CEA家 - 先搞指针是吧 - 这个时候加完了就避免了 - 把这个指针绕晕就直接把它给取消 - 直接操作内存 - 哦 - 没有吧 - 哎 -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特点 - 这个特点 - 这个特点 - 哦 - 好吧 - 嗯 - OK - 好吧 - 好吧 - 这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几个特点 - 我们把它列出来了 - 是吧 -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其他一些特点 - 我们就没有给它 - 去列出来 - 哦 - OK - 我们在未来学习过程中呢 - 大家就要根据它的特点 - 然后去 - 去学习 - 好吧 - 慢慢地去掌握 - 你就会对这个特点 - 会体会得更加深刻一些 - 好吧 - 嗯 - OK - 好 - 那我们这一节里面呢 -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- 谢谢大家 - 威哥在手 - 天下网友 - 下节再见